在农村早上天气比较凉快 现在我和彪哥去镇上买菜 过来拿个包裹 眼睛有点肿了 昨晚没睡好 我和彪哥出来镇上这里了 过来买一些菜带回家 彪哥说买羊肉啊 买一些羊肉回去 把这个皮烧一下 这个是我家婆种的黄豆 要剥开来了 你看这里剥了挺多的 包粥啊焖辣很咸的 新鲜的 新鲜栽的 羊肉剁好了 放了一些甘蔗去焖 羊肉已经焖好了 加菜了 这里面是黄豆还有鱼 还有青菜 给我带去惠州的 刘哥送我去坐公交车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秋 现在我们已经吃饱饭了 我要去惠州了 要下去忙了 今天还好时间不是很赶 所以就坐公交车回去了 昨天回来的时候比较赶 着急看孩子 所以就约车回来了 好走出发了 摆上安全带 现在这里路都打得好好 很宽很好走 加油站那里停 开快点 好 有个人说后面看到一部公交车过来了 快一点 就在这里等车了 这部车就我一个人了 10个人包下整部车了 现在是第一趟车 待会转第二趟车 现在坐第二班车 20号车 已经下车了 这一趟是坐了两个多小时 只要中途等公交车 等了挺久的 不过也还好 坐公交车要多遇一些时间 比较好一些 好累啊 拿着两大袋东西 真的不容易 继续吧 最后一层楼 五楼了 加油 已经回到家了 你看半斤已经洗牙了 是吗 对啊 牙齿很干净了 看一下 要打麻醉吗 要 全身麻醉 他听话吗 乖不乖 打麻醉 睡觉了 睡觉了就不知道 别动 他现在口腔没有异味了 是吧 现在没有了 现在没有了 还是牙结石的味道才会臭 是吧 对 医生说也有可能 他肠胃不好 不过我觉得应该是牙结石的问题 牙结石的问题是吧 写了他不会的话 就应该是结石的问题了 他说要么就结石 要么就是肠胃不好 但是剪完牙就没什么味道了 那应该就是牙结石比较多 那比较好一点 应该没绝育吧 没有 没有 那就不用绝了 不用 不用受罪了 还没找老婆呢 媳妇都没找到 还说要绝育 看他今天精神状态还可以 很好啊 很好 没什么事 他当天回来就没事对吗 对啊 哦 那就好 来小姐带了菜过来了 你看啊 他知道不是给他吃的 不是给他吃的 拿过来 多次青菜吗 对啊 青菜还有黄豆 乖啊 乖乖是吧 阿龙你什么时候更新啊 好久没更新了吗 我在家都是一直在买东西 在买出国的东西 所以前期准备还是挺多事情 然后我在家也不知道拍什么 都是日常 对 然后也没有车 本来说要不要带半年出去玩 也没有车 然后凭借车也要用 对 对 那就大家都等你更新了 对 要拍的话就拍家里的日常 但是日常也没有什么事情值得分享 那也就一直没有分享 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国啊 应该过几天就差不多了 过几天 只要快递到完了就差不多了 拿完包裹就差不多了 之前也没有提前买 这几天差不多 如果准备出国了 就是想一下收拾什么东西 然后就会想到 阿龙爬梯子擦一下这个风扇 有层了 对 把那个电关一下 电了是吧 关掉 小心了 把你肩趴着睡觉 妈妈又准备念字了是吧 嗯 你看这是妈妈写的字 很亮咯 我已经过来仓库这里了 现在在打包这个订单 打包这个挺多辣椒酱的 辣椒酱也卖的挺多的 可能太久没有上架了 所以一上架呢 陆续订单就来了 好嘞先忙了 待会还有雪花树要打包 待会儿 珍姐过来我的仓库来参观 这个工作室 发光来采 好看吧 好看好看 有眼光 有眼光哦 哎呀 可以可以 还有一个招财吗 对呀 到处都贴了 都是招财的发财的哦 很快很快 财运滚滚来 财运滚滚来 还可以可以可以 对呀 我已经打包好了 刚刚珍姐过来呢 说是让我打包完了 就去她那里吃个家常电饭 但是我老师不按时吃饭 我现在就去珍姐那里了 这个呢 是我新买的支架哦 然后我已经打包好了 我说给阿龙用 看他就不方便 就带出国 就他用的话会比较好一点 就老师不用拿着那个小指甲 因为这个可以背了嘛 给他方便用 他合适用的话就给他 坐着干嘛 今天头有点晕晕的 感觉脚套都没力气了 我今天就早点休息吧 先去珍姐那里 吃个饭先 过来珍姐这里了 粉酒吗 哎呀 我这排粉酒啊 珍姐说我睡不着 给我煮了这个水哦 哈哈 养神的 高级啊 珍姐包饺子吃吧 什么都会做啊 珍姐 认识你太有口福了 哈哈 什么都有得吃 饿不着在这里 养胖胖来哈 嗯 你包的好美哦 养胖胖来哈 嗯 养胖一点 反正我每次来吃鸡蛋就够了 一个菜就够了 这个很好吃这个水蛋哦 闷蛋 闷蛋 好美 已经回到家了 今天晚上是最早收工的一天了 嘿 半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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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牙了不会不舒服哦 嗯 好乖哦 半斤啊 我们的半斤特别乖 洗牙还是乖乖的洗的 讨嬷嬷了是吧 看我一回来 立刻出门迎接 好了 我要剪辑视频了啊 嗯 我要开始再忙一会 忙一会 今天晚上早点休息了 好了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